中国也曾经经历了波斯湾战争之后 看到精准武器的那种厉害 所以亦发展自己的北斗卫星系统 当然还有结合它们的导弹 所以今天另一个大题是说东风导弹 大家都很清楚,东风21D、东风26B 它们出名的地方不是在于它们威力有多厉害 它们说是很准的 准到可以对准海上的目标直接攻击 例如海上面对美军来说 海军最厉害的最高价值目标是航空母艦战斗群 亦是它们中间的核心,航空母艦本身 当然我们听下去其实是匪夷所思了很多年 但是这个迷思一直都说 其实原理 第一个原理大致我们网友都大致 但是其实当中 讲起的巧妙和困难 陈博可以和我们都讲一下 一般我们知其所然 但就不太知道中间做了什么巧妙和困难的地方 我想如果你说说那些东风导弹的型号 甚至各个的参数 大家会比我更熟 但是我纯粹讲科学的原理 其实你说所谓打中的目标 其实Larry我问你了 你认为如果这个核弹所谓打中的目标 是否一定需要直接像Head-on那样撞下去才要打中 那不需要 我们讲到导弹的那些弹头 都可以用碎片 你那个Fuse可以提早引爆 或者你延后引爆 或者打中才引爆都可以 所以可以有预先引爆 中了引爆,延后引爆都可以 那就看你想换哪一只 所以可以是预先爆 用碎片去打击都可以 是的,如果摆在这个用弹道导弹打这个航空母船 其实一样可以这样去想 当然如果整个Head-on撞下去 你就可以打沉它 整架母船消失 但是很多时候目标就是你都未必需要做到这样 你在旁边撞到它,在它身边爆 那已经有足够的效果 可能身边爆它不会沉 但是不要忘记就是 那个核武自己本身有很独特的能力 在它引爆的时候 是产生了一个非常强劲的电池密充 这个电池密充它是足以摧毁 所有电子通讯 以及那些电子元件 所以你说现在突然之间 透过这件事来 你能够做到一个瘫痪到 那个航空母船本身的通讯 其实已经是那些想飞出去再回来的那些战斗机 已经无人期了 所以这件事就是你不需要真的打到很重 已经可以造成一个很致命的损害 所以基本上你纯粹由科学原理去看 你连给这个导弹靠近你都不会给它靠近了 即是你其实靠近已经是输了 即是你靠到多近才能顶得住呢 那当然就要视乎它本身 那个设计的时候 能够那个防护能力去到多高而去决定 所以你如果说 美国自己本身那套导弹防御系统 连结了这个航空母船 保护了这个航空母船战斗群的那个系统 你没有可能等到那个导弹在下降轨迹 冲着下来的时候才来去截 即是美国那套导弹防御系统 很多时就是你讲的是上升轨道的时候 已经确认你是否准备射到我们的目标那里了 这个也真的陈博 所以如果中国的导弹在沿岸的地方 即东南沿岸的地方如果发射的话 事实上包括天机、红外卫星 以及在东海、南海附近的神盾驱逐舰 他们都可能detect到 然后预先发射的飞弹拦截 在上升阶段就最容易拦截 飞得最慢 不过这样 中国都可以阴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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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阴 潜入大气层的阶段那一刻的拦截 你说用神盆驱逐舰的飞弹去拦截 事实上这个我相信就是中国想的那条条件 是如何令到你刚才说的上升的位置 或者在中间进入弹之前的位置 那个优势就禁止了 其实这招都挺狡猾的 其实都没有的 都是利用到物理上的限制 你越近的导弹就要你将它放在元朗 于是你很容易辨别到它那个轨迹是否准备炸你 而且大家都知道那些短程和中程的导弹的速度 其实反而不够长程导弹那么高的 其实越是长程导弹它那种速度是每秒 就是你那些可以由地球一边射到背脊那里 打中那些是每秒七公里的级数 起码就是去到这样的数字 就是差不多可以变成人造卫星去围绕地球 就是那种速度来的 是的 但是反而那些中转程的导弹就是会慢一些的 所以它既可以是一个藏在内陆的地方射上来 就令到你不可以在一个上升轨那里捷击它 到它已经冲到出去的领空范围的时候 它已经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轨迹的另外一个阶段 你到时去截就变得更加困难 那这里讲那些神盾那些能力是如何我自己本身都不熟悉的 我唯一知道的资料就是台湾自己都买了一套的 都是有一套这样的东西拿来辨识它那些射向台湾的发射物 由它那个升空 基本上拍到它升空之后头的一个小过一秒的时间 已经去确认它的轨道是否在射过来的 是的 是的 实际的惨数我自己不记得了 你问我说那种截击的话已经是去到进入下降轨道 每秒是说5、6、7公里的这些东西 其实又真的非常非常难去阻截 嗯 美国其实它都有发展一些飞弹的 例如我们说去到SM3、SM6都会有 不过美国固然其实他刚才陈博说得很好 其实比他近身都是危险的 本身近身是危险的 就是去到下降轨道的时候 你去打击他其实这件事都相当很危险的 但是也有很多的各国的退休的将领 其实他们有讨论这件事的 他们其中一个讨论是觉得算了吧 这些就是弹道导弹 你本身都是拿来打静止目标 现在你打移动目标 第一个问题 你本身飞到这么快 你下降轨道的时候 你随时阴速的10倍20倍的速度下降 你再重入第二层 自然就会出现一件事 我们叫做黑漿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怎样投资飞弹去做communicate 你怎样去令它一个导引 因为你由第二层再重返的时候 其实那个不差似乎应该挺大的 而且你又不是美国的电脑计算的工程 你有没有做到可以导引到这么准呢 第二个问题 就真的当你解决了黑漿问题 但你下降之后 跟着你结束黑漿之后 你已经距离接近打击目标很迫 你又怎样做一个修改行程呢 第三个问题 我当你说黑漿 你减速呢 我减速令到黑漿差点 但到你减速的时候 对方的飞弹去凝击你 其实那个速度又不会再次陷入劣势 因为刚才陈博所说 你一秒就飞7-8公里 现在一秒可能剩下2-3公里的速度大减之下 其实拦截的导弹的速度提升就够了 所以陈博你怎样看呢 这些外国的将领 就不是很信服东风飞弹那种反弹飞弹的能力而已 难道这么说 你说如果要靠减速来去将就 我想没什么人觉得是一个很可行的办法 你这么辛苦出去射到这么快 你向上身才来减速 你一拳打人 你打算是中的 谁知道你到最后快要中的时候 才来收一收 好像听起来也不太合理 音像的问题 就是那个黑像的问题 黑像那样东西本身就是 行进那件物件 它跟那个大气磨擦的时候 因为那个磨擦很厉害 令到它出现了一阵离子化的一阵东西 其实那个场景就好像真的跟着火没什么分别 因为火本身就是一样等离子化的东西 这个离子化的那一层就令到它跟地面的通讯能力有阻隔 不单止就是它接收地面的信号 而且它对于地面上的东西 即是你的头向前面冲进去跟地面那里沟通不到 但是你有没有一些其他东西可以在它背后继续跟它保持沟通呢 其实就是那个游戏就是你整件事已经不是说好像以前那样 完全就是你再因时制意怎样去修正它 在这里我都说不了太多的技术细节 但是大家都明白那个技术的难处就是 你这件事又要快 到你那个黑像稍微去接近地面 稍微过了一点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接近的目标 你怎样把握一个最后的时间 你帮它做那个修正来靠近的目标来打击它呢 那这个就真是看回你自己本身的通讯的科技 以及整个卫星科技 以及你本身的弹道导弹自己的修正轨道的能力 几方面的结合出来的一个结果 那我觉得这个是你们如何运用一个精准的电子工程 来去克服那些物理上的障碍 所以陈博你刚刚的说法 其实那个电脑工程那边其实都占很大功劳 就是说那支导弹可能在载入之前 其实它对感知已经很厉害了 跟着它中间在它临进入黑像之前的感知 然后再加上它的电脑的运算 或者它以前可能是智能上 已经无限推测了很多的可能性之后 然后支持到它完成了黑像之后 它立即再进入一个状况 这个态势感知的时候 那立即就再做一个修正了 然后就用回最高的速度 可以能够修正的速度 继续去打击目标 其实会不会美国就是看中了你这个位置呢 所以近期它针对高科技的制裁 包括说不允许光刻机 令到你这些晶片的技术就停滞不前 其实某程度上它都能估计到你这些东西 大家都明白这些东西 所以火箭、太空科技 它就限制到你 现在这一刻你的技术就只能冻结到在这个 level 现在是限制到一个地步 如果你说香港的应该是公营机构和私营机构 想用一个机构的身份和NASA合作 基本上都断了 不只是中国大陆 香港的机构都不可以和NASA合作 你会不会是受害者之一 我不会 因为如果民间教育那些东西 它没有停的 它不会因为你是一个香港人 你不可以去NASA那些博物馆参观 就不会这样的 它也阻止不了 但是那种牵涉到一些技术层面的合作 所以一些商业研究R&D那些 就已经断了 因为大家都看到 最基本科学的东西大家都知道 那件武器怎样去射上去 那些东西大家都知道 剩下来其实就是一个电子工程的问题 但是这些可能就说到很多费 因为实际上我们都不是这方面 那些电子技术的专家 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 行外人来说 我们怎样去理解到大家 已经那个竞赛去到哪里呢 我自己就会很喜欢去看 留意太空计划 由太空计划到你看到很多东西 你基本上由太空计划 尤其是来到那些灯月的计划 探小行星 探火星的计划 你完全看到那个技术已经是去到哪里 那些技术全部可以回到那些弹道技术那里 因为火箭技术和导弹技术都是一体两面的东西 其实这个就和麦后和陈博 有更加多太空的知识 就是和我们说 所以这方面我们就留待之后的捷属 跟大家分享 包括去攻击一些小行星的技术 怎样精准到吓死人 手术刀 去创开一只乌鹰 这样的精准度 但是说的是千万公里那么远的地方 怎样去涉猎到军武的发展等等 我们在之后的节数就和大家分享 大家记得 就按赞和订阅我们 大家也可以去到陈博的Youtube频道 陈博你的Youtube频道也是叫科学新知 是的 英文是Science Frontier 其实如果大家都有兴趣 他不一定是知道是军事上的事 纯粹想知道每个星期最新的科学发展 我自己就在这个节目那里就说了 是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 有空过去科学新知那边 在陈博的频道里面都能学到东西 今天就多谢声言陈博 还有我们第一集的嘉宾 接下来希望你又继续多一点时间 和我们军武器人这边 就交往多一点 就让我们的网友学多一点 我也是的 我们都不停地去学习 好 多谢你先陈博 我们就在下一集 其他节目就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